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已经生产到了第六代野马 这一款野马跑车是2015年最新推出的 野马跑车最新款的野马跑车一共提供三种发动机的配置 分别是3.7升的V6自然吸气发动机和2.3升双涡轮增压发动机 还有最高配置的一款是5.0升V8发动机 我们今天试驾的这一款配置的是2.3升涡轮增压发动机 它的功率达到了310马力 扭矩输出在刷动机3000转时已经达到了320磅英尺 配合着今天我们配置的六速自动变速箱 这辆车可以在5.8秒内实现0到100公里的加速 同时由于配置的是2.3升涡轮增压发动机 这款车的燃油均性非常好 仅仅具有9.7升百公里耗油 福特爷妈跑车从六四年的第一代到今天我们所驾驶这部车是第六代 可以说历史52年以来从未停止过升卡 代代经典还款传奇 现在转弯我们试一下它的驾驶 2.3升涡轮增压发动机出速的功率还是非常有强劲的 具有强劲的强烈的推背感 这一款新设计的野马跑车 后悬挂采取了独立悬挂的 双独立悬挂的模式 增强了车辆的可操作性 同时 在驾驶模式方面 野马跑车提供了三种模式可供选择 一种模式是正常的模式 一种模式是运动的模式 一种模式是雨天模式 可供选择 最新设计的野马跑车 同时配备了 福特公司 自主研发的SYNC 操作系统 可以实现 手机和车辆的无缝衔接 同时 语音识别系统也是这款车的标配 整体上讲 这款野马跑车 超出了很多野马车迷的预期 上市以来 这款野马跑车的消失量非常的不错 如果你是一个野马跑车的车迷的话 你感兴趣这款车的话 请你们联系 大陆福特车行 Mainland 4 我们在北树里 104 Avenue上 谢谢你们 下车辆的车辆 小说 你们的励笔 我们下车辆到 我们下车辆到